走进任何一家药局或保健食品店,鱼油绝对是货架上最抢眼的明星商品之一。 根据统计,全球鱼油补充计市场价值已经超过20亿美元,而且每年还在持续成长。 大部分人对于鱼油的认知,都停留在互心这个层面,对于正确的服用方式更是一知半解。 你有没有想过,那小小一颗鱼油胶囊背后,藏着多少你从未听说过的秘密呢? 事实上,很多人服用鱼油的时间可能完全错了,而且鱼油还有你从来没听说过的神奇功效,今天我们就来揭开鱼油的神秘面纱,不但要破解最常犯的服用时间错误,安全性与注意事项,还会告诉你五个连医生都不一定会主动提及的隐藏功效。 欢迎来到10分钟的查理说,在这里,我将与你分享十下热门,以及与大家试试相关的话题。 鱼油对大脑的好处,绝对不只是让小朋友变聪明那么简单。 一项研究发现6到12岁的健康儿童,补充DHA12周后,虽然在认知测试的反应时间和准确度上没有显著差异,但透过脑电波监测发现,孩子们的大脑活动,在注意力和认知处理能力方面有明显改善。 鱼油对大脑的保护作用远超过你的想象。 鱼油不仅能改善记忆力,还能实际改变大脑结构。 定期使用鱼油补充剂的人群,在认知功能测试中表现更佳,而且脑部扫描显示他们的大脑萎缩程度较小。 更令人振奋的是,这种保护效果在那些,没有阿兹海默症遗传风险因子的人群中更为明显。 而健康的50至75岁的成年人,每天补充2.2公克鱼油26周后,不仅认知能力有显著改善,包括更好的记忆力,更灵活的思维和更强的专注力,而且脑部扫描还显示,大脑灰值体积增加和白值完整性改善, 这意味着更好的神经连接。 鱼油正在成为运动员和健身爱好者的新宠。 研究发现,补充6公克鱼油,含2400毫克EPA和1800毫克DHA,能够显著改善运动后的肌肉疼痛和功能恢复。 在一项针对阻力训练的研究中,服用6公克鱼油的组别在垂直跳跃能力上,仅在一小时后就恢复到运动前的水平,而其他组别则需要48小时才能恢复。 更令人惊喜的是,鱼油组在运动后2小时、24小时、48小时和72小时的肌肉疼痛评分,都显著低于对照组。 鱼油可能是你一直在寻找的内在美容师。 研究表明,Omega-3脂肪酸能够从多个层面改善皮肤健康。 首先,鱼油具有强大的抗炎特性,能够帮助舒缓湿症、牛皮选和挫疮等炎症性皮肤问题。 其机制是通过抑制醋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,减少皮肤的红肿和刺激。 其次,鱼油能够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伤害。 EPA和DHA的独特组合,可以减少皮肤对阳光照射的敏感性、降低晒伤风险,并提供额外的抗氧化保护。 最重要的是,鱼油有助于维持皮肤的水分平衡和屏障功能。 Omega-3脂肪酸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,能够帮助皮肤细胞保持水分,减少干燥和脱皮。 鱼油在情绪健康方面的作用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。 大量研究显示,Omega-3脂肪酸,特别是EPA,具有抗忧郁的效果。 一项系统性回顾发现,富含EPA的鱼油补充剂,对忧郁症患者有显著的改善效果,特别是当鱼油被患者视为天然疗法时,副作用较少且具有神经保护作用。 对于青少年的研究更是令人鼓舞。 一项针对有双急性障碍家族史的忧郁青少年的研究显示,12周的鱼油补充能够改变大脑情绪相关网络的连接性,并且这种改善与症状严重程度的降低相关。 鱼油对关节健康的益处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加显著。 研究表明,Omega-3脂肪酸能够减少关节炎相关的疼痛和僵硬。 一项大型分析涵盖70项研究发现,鱼油能够显著减少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疾病活动度、疼痛和沉浆。 更重要的是,服用鱼油补充剂的患者,对疾病修饰抗风湿药物的反应更好,达到缓解的时间也更短。 对于骨关节炎患者,研究发现鱼油中的Omega-3脂肪酸,能够保护软骨免受退化,并减少关节滑膜液中的炎症标记。 空腹吃鱼油更好吸收 这是最常见的错误观念。 研究清楚地显示,鱼油其实应该随餐服用,特别是含有脂肪的餐点。 因为鱼油属于脂溶性营养素,需要鱼脏分泌的脂肪酶来帮助消化和吸收。 当你空腹服用时,鱼脏没有足够的刺激来分泌消化酶,导致鱼油的吸收率大打折扣。 研究发现,与高脂肪餐一起服用时,EBA的吸收率可以从7成提升到9成。 基于现有的科学证据,建议的服用时间是,随餐服用,特别是含有脂肪的正餐。 或是分次服用,例如如果一天要吃2-3颗,可以分散在不同餐次。 而且持续性很重要,如果能每天在固定时间服用,比偶尔大剂量更有效。 虽然鱼油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补充剂,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副作用。 消化道问题是最常见的副作用,包括鱼心胃打嗝、胃灼热、恶心和腹泻。 这些问题通常可以通过随餐服用,或降低剂量来缓解。 血液凝固问题是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。 虽然2024年的一项回顾研究发现,除非服用非常高的剂量,否则Omega-3脂肪酸补充剂与出血风险增加没有关联,但正在服用抗凝穴药物的人仍应谨慎。 其他潜在风险包括鱼心体胃、头痛、血糖变化等。 而孕妇、哺乳其妇女和18岁以下的儿童在使用前因咨询医生。 而且,鱼油可能与某些药物产生相互作用,特别是抗凝穴药物。 根据澳洲家庭医师的回顾,每天3000毫克以下的鱼油即使与阿斯匹林、绿比格雷或华法林同时使用也是安全的。 然而,对于服用新型抗凝穴药物的患者,建议在医师指导下使用。 讲到剂量,这绝对是最多人搞错的地方。 根据台湾食药署的建议,成人每日EPA加DHA摄取量不宜超过2000毫克。 但这是安全上限,而不是建议剂量。 对于一般健康的人,每日400到800毫克的EPA加DHA就已经足够。 心血管疾病高风险者可以提高到1000毫克,而三酸肝油脂过高的人,医师可能会建议1500至2000毫克。 有趣的是,在运动恢复的研究中,我们看到不同剂量有不同效果。 2公克的鱼油在减少肌肉酸痛方面就有不错的效果,但6公克的效果并没有显著优于2公克。 这再次证明了,适量的重要性,鱼油不是多多益善。 过量的鱼油可能会增加出血风险,影响免疫功能,甚至可能有其他副作用。 鱼油的品质差异很大,选择高品质的产品至关重要。 一项全球代表性的研究分析了近2000个鱼油样本,发现虽然大部分产品的拱、铅、隔、等污染物含量都在安全范围内,但仍有品质差异。 而市面上鱼油产品琳琅满目,到底怎么选才不会采雷? 首先,要看的不是胶囊大小,而是浓度。 包装上要清楚标示Omega-3、DHA、EBA的具体含量。 浓度越高,你需要吃的棵树就越少。 第二,选择有安全认证的产品。 避免来路不明的鱼油,因为可能有重金属、辐射线等污染问题。 第三,了解萃取方式,TG型的吸收率,比一型更好。 第四,注意保存方式。 鱼油容易氧化,最好选择有加入抗氧化剂的产品, 并且要避光、低温保存。 当我们深入探讨鱼油的科学真相时, 会发现它远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护心补充剂。 从运动恢复到认知保护,从皮肤健康到情绪调节, 这个六边形战士展现出的是一种全方位的健康守护能力。 但是,最重要的领悟是什么? 还是那句话,适量,适时,适合。 正确的计量,适当的时机,高品质的产品, 以及个体化的需求评估, 这些都是发挥鱼油最大效益的关键因素。 鱼油现象折射出现代人对健康的焦虑和对塑效, 解决方案的渴望。 我们总是希望能够通过一颗小小的胶囊来解决复杂的健康问题, 但事实上,真正的健康需要的是均衡的饮食, 规律的运动,充足的睡眠,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。 鱼油可以是这个健康拼图中的一块,但绝不是全部。 当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去理解和使用鱼油时, 它确实能够为我们的健康带来实质的益处。 但同时,我们也需要保持理性, 不被夸大的宣传所迷惑, 不把鱼油当作健康问题的唯一解答。 最终,健康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, 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出明智的选择。 鱼油只是其中的一个工具, 我们应该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个工具, 并将其融入到一个更加全面和平衡的健康生活方式中。 你们的订阅是给我的加油, 赞好和留言是演算法的爱心, 每周五晚固定有新影片, 我是查理, 我们下次见。 我们下次见。 好